今天是3月1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苏欣 早前在本地女艺人江倩林车祸丧命的新闻评论区 留言侮辱华裔女子为妓女的国际医药大学准医生 基然拉 今天为自己的失言公开道歉 恳请大众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基然拉 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纳杜斯里张天赐的安排下 与代表律师和亲戚召开记者会公开认错 I never meant to cause harm Please forgive me Women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society We must always treat them respectfully I'm so sorry that I was ignorant in making those comments 她也在记者会期间 不断向江倩林的朋友道歉 同时强调她的言论并非针对江倩林 也承诺以后不会重犯类似的错误 来跟进新山巴西古当金金河化学污染事件 截至今天为止 目前仍在病房治疗的病人 已经从昨天的120人减少到29人 教育部长马智利今天也宣布 基于私生们的安全考量 受波及的范围内 111所中小学继续停课 直到收到开课日的通知为止 马智利今天巡视巴西古当指挥级救灾中心 在聆听柔州天灾管理委员会 化学局、消整局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汇报后 决定采取安全措施继续让学校停课 他说教育部也会商讨是否需要补课 再另行通知 柔佛卫生环境级农业委员会主席 沙鲁丁加玛今天发文告证时 因为毒核事件导致住院的病患人数 已经明显减少 目前住院的人数还剩下29人 当中包括4名还在生窃治疗部的病患 其余的已经获准回家休息 另外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今天也披露 警方已经逮捕9名 相信与金金河受污染有关的嫌犯 他们将被延扣到本月23号驻查 由于案件还在调查的阶段 福兹面对记者的提问时 拒绝透露更多有关嫌犯的详情 印尼龙木岛昨天下午发生地震 还引发了山崩事故 导致北部一个瀑布旅游景点 发生游客受困和丧命的消息 事发至今一共有三个人丧命 分别是两名大马人以及一名印尼人 根据外交部文告 受波及的地点包括龙木岛的北部 东部、西部、中部以及巴厘岛南部 除了两名罹难者 还有七名大马人受伤 另外13人顺利脱险 两名罹难者分别是 中国报总编辑张应坤的夫人戴秀琴 以及一名妇女林赛华 大马驻野家达大使馆发文告说 该大使馆正与医院以及地方执法单位合作 处理将遗体运回国的程序 两人遗体预料在星期二从野家达空运回吉隆坡 戴秀琴也是新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 她和林赛华是立明达华小1963年同学会的老朋友 两人和另外26名老同学以及家眷 每年都会邀约出国旅游 今年一群人选择到印尼旅行 不料遇上不幸事件 缺席这次旅行的同学 严国胜在受访时指出 事发前 通讯群组内还不断传来同学们旅行的欢乐照片 没想到下一秒情况就急转直下 让大家十分震惊 她说 身在龙木岛的同学确定安全后 就陆续交代伤者们的情况 直到晚上11点就确定了戴秀琴的死讯 她也披露 劫后余生的同学们 预料会在今晚8点30分起床飞回大马 来看法庭消息 马六甲A famosa度假村 四名女售票员 被发现重复印制入门票 一个月内挪走公司10万令吉的资金 今天被控上法庭 四人都不认罪 四名被告分别来自马六甲 柔佛和森美兰 他们被控在去年4月1号到30号之间 重复印制入门票 挪走公司资金 由于四人都不认罪 亚罗亚野地庭允许他们 每人以12000令吉保外 并定于4月12日过堂 另一方面 上周五在地庭 承认透过面子书 侮辱新都教的制作公司前摄影师 今天改口不认罪 被靠今天早上身穿卡其色衬衫出庭 神情十分淡定 面对媒体的镜头也大方认拍 由于被告撤销认罪 法官原定今天宣布判刑 最终决定将此案转交网络特别法庭审理 并且责定在4月1日过堂 案件也定在4月29日和30日开审 焦点转向槟城 休旅车被撞下海案件的被告 维迪斯今天上庭 面对大批媒体的包围和追拍 维迪斯的父亲居然关上等候室的灯 不让媒体拍摄 主控官在庭上提出谱验报告还没出炉 或推示批准 将案件展延到4月4日过堂 就在维迪斯和父亲准备离开法庭时 突然发生了小插曲 一名自称是维迪斯舅舅的男子突然出现 质问维迪斯的父亲有关6岁女儿的下落 还一度出手拦路引起现场媒体注意 这名舅舅后来向媒体透露 自己的女儿交给维迪斯的母亲照顾 不料对方居然不让他和女儿见面 所以今天才会到法庭找人 一起来关心国内的空气污染指数 截至今天下午2点 国内只有雪州万金和彭亨云滨这两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破百 分别达到113点和176点 雪州万金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就突破了100点的不健康水平 直到今天早上6点都介于105到106点 虽然今天早上7点后情况稍微好转 但是在下午2点后开始恶化 后来达到113点 彭亨云滨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在昨天已经突破了200点大关 一直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今天开始好转 从中午12点开始就保持在176点左右 此外 滨城多个地区今天也是灰蒙蒙一片 不过根据环境部官网的宣布 除了沙巴斗湖和山打根处于0到50点的良好水平 其他地区都是中等水平 也就是51点到100点之间还没有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几年前流行的手机游戏Pokemon GO 到今天还是有人对他爱不释手 台南就有一名70岁的老人家陈三元 经常骑着他的龙头铁马 装着22台手机 让他同时抓宝打怪 令人嘖嘖称奇 新闻结束之前 让我们透过镜头看看这名老人家的抓宝神功 我是苏欣 祝您晚安 儿子 直播 月 棺 Pete 求婚 构 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